下面介绍D螺丝安装施工 不同规格D螺丝可以通过 更换连接键来进行安装施工 下面介绍YFA安装施工过程 第一步定位D螺丝 第二步安装D螺丝 D150主机 螺丝固定 安装支币管 固定两面脚叉 在连接电源之前要确保启动开关在关闭状态 连接电源 在启动主机之前要再次确认两面脚叉固定牢靠 调整水平 启动开关 当高速扭矩值不足时转换到低速 在转换过程当中一定要停机操作 再次启动主机 D螺丝安装到指定标准高度完成 需要旋出低螺丝时要确保主机停机 两面脚叉固定牢靠 正反转开关 换向到反转 进行反向操作过程当中 禁止转换正反转开关 启动主机 下面进行D150主机拆除 先拆脚叉 拆卸支币管 先按扣板 接下来拆法兰盘 松开螺丝 拿下主机 操作完成